苗栗县第62届的国中小科展 参赛件数一共有83件 而经过了评审团严格评选 有13件作品荣获了第一名 其中有6件作品更获得了推荐 要代表来参加今年7月下旬的全国科展竞赛 苗栗县国中小科展至今已办理62个年头 年年竞争激烈 今年主办学校公管国小 已于4月20号完成评选 27号举办颁奖典礼 县长徐浩昌亲自到场颁奖 恭喜获奖及入围全国科展竞赛的队伍师生 6件经过评审一致的认同 然后代表苗栗县去参加全国的一个比赛 希望他们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我想让孩子们有更多灰灑的空间 然后这个所谓一日千里 孩子们在资讯非常发达的情况之下 能够精益求精 能够超越自己的一个思维 在老师细心的指导之下 未来成为科技达人 政府教育处长叶欣慧指出 108课纲以学生学习为主体的精神 以及科学探究能力 培养学子 实事求是及带着走的问题解决能力 为了推展科普教育 鼓励参与科展活动 教育处也特别设立学校团体奖 而从今年国小组37件 国中组46件作品踊跃参赛 就可看出县内各校用心推广科学教育 科技领域其实在108课纲之后呢 一直是大家各县市重视的一个要点 那也是教育部的一个重视的一环 所以说我们历年来举办的一个科展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一些创造力 那一些科学的知识 然后有一些理工基本的概念 那我想希望这一次的一个六个参赛的作品呢 都能够在全国赛当中能够展露头角 因应疫情 本届颁奖典礼仅颁发团体奖前三名 各科第一名 以及入围全国赛队伍师生 藉此肯定与鼓励学生们的精彩作品 并期许他们继续精进实力 在全国科展竞赛中载火夹击 为苗栗争光